場邊激動的歡呼聲 5號上午在馬來西亞 舉行2024年亞洲大學足球錦標賽 而這次中華台北代表隊 是由台北勢力大學出賽 第三天賽事迎戰越南隊 雙方展開一場激烈的對決 上門欄開始 越南代表隊率先進球得分 讓中華隊陷入壓力之中 中華隊的防守兼顧不甘示弱 就在下半場成功攻入一球 讓比分來到1比1 就在最後關鍵距離比賽 不到10分鐘 背靠10號的蔡正如帥氣的飛踢 直接進門得分 將比數反超至2比1 獲得最終勝利 今天跟越南能2比1取得勝利 就感到非常的開心 然後因為這邊 馬來西亞這邊早上9點 天氣就已經很熱了 但是在這麼熱的天氣中 球員他們表現得很出色 所以我感到非常滿意 關鍵還是球員 就是團隊的合作跟毅力吧 展現出球業的表現 教練也給予肯定 尤其團隊合作跟戰術調整 都是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 接下來的比賽 球員們紛紛表達他們的信心 和備戰的狀態 因為我們還有兩天的時間可以休息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這兩天的時間內 把每一位上場的球員調整到最好的狀態 然後來取得最後一場的勝利 然後我相信我們隊友都做得到 希望大家可以像我們隊 我們這場比賽一樣 然後不放棄 然後大家一起加油 值得一提的是中華台北代表隊中 有多位原住民球員表現出色 像是泰雅族的泰雅成 楊成俊 阿美族的林俊凱 阿斗古力 布農族的石承熙 以及泰魯閣族的林明偉 都在賽中展現出卓夜的球技 這場的勝利 讓中華代表隊獲得季軍賽的資格 他們也將在6月8號進行季軍賽的賽程 就讓我們期待中華隊再創夾擊 原設新聞把杜有命馬來西亞採訪報導